最好吃的就是人欲 他這樣解釋的 所以這就是宋代的思想家 他對於惡的來源 又要解釋這個問題 所以他做了這樣的區分 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 所以就分別對應著天理與人欲 他們認為人欲是需要克制的 因為只有這樣克制住了 離天理才會更近一些 也就是說對於人的欲望的 這樣的一種限制 所擺的就是這樣 當然 是不是這種最後就要走向境遇 用吃飯的這個比方 你飯還是要吃的 所以說他並不是說 就是要把整個的所有的 這種日常生活 這種跟身體有關的層次 把它取消掉 它並不是這樣的 這其實有時候是那種誤解 尤其是在我們了解到 基督教的很多那種 那種氣勢的那種思想以後 來重新去看這個存天理滅人欲 你會覺得好像它是要把你 所有有關你的欲望的一切都消滅掉 它也並不是這個意思 因為就像朱熙說的 天理是吃飯 這個人欲是吃好的 但是你飯還要吃的 而且這個limit在什麼地方 其實他們也很困難去說 但這就牽涉到一些過於複雜的一些東西 我就不想在這裡講 那今天我主要想講的其實是格物之之 也就是朱熙的這樣的一個做人的 以及做學問的這樣的方法 是最好的 有問題 大家可以交流一下 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還沒有很理解這個格物具體的意思 是說要脫過現象理解這個本質 格物的意思 格物的意思從根本上來說 就是說去瞭解 對 就是去了解外在事物的這種存在的理由 你可以說是透過現象看本質 也可以這樣說 那根本上來說是去了解這個大天世界 這個由各種各樣的物組成的這個世界 它所具有的種種的特點 所以從根本上 你會覺得從朱熙的這句話裡面 它會直接推出來 就是它會成為一個科學家 它想去尋找那個 事物背後的那個支撐事物的道理 就像什麼外遊引力定律這樣的東西 都是它的一部分 但是尤其是在我們中國的一個語情下面 它更像的是 柏拉族所尋找的那種理念 那種世界之上的 或者世界背後的潛在的那個道理 對 就是 我是感覺怎麼 就是它這個理跟道家 這個道非常接近 在整個的宋代以後的儒學家身上 他都 我剛才說了 這些儒學家們 他要面對這個道家和世家的這個挑戰 那他面對挑戰過程中 他也充分的其實是在吸收對方的那些概念 然後把它轉化到儒家的這個體系裡面 所以你 像比如說你去看那個 宋元學院的那個陳昊傳的時候 你會看到他年輕的時候 遊學於佛老之間 然後幾十年之後出來了 又回到儒家 歲又達成什麼東西 這種話很多 就是說 所以說他們這些人 絕對不是說我對 道家或者儒家我不懂 其實他們很懂 然後他們把他的那種思辨的 那種形而上的一些概念 借過來 用在這裡 然後所以讓這個儒家思想 他具有了這種 形而上的那個層面 於是乎也就可以去回應 那個道家和儒家的那種理論挑戰了 但其實是在充分吸收對方的東西的基礎上去回應 你確實就是儒家形而上層面 就是從北宋紀元才開始嗎 因為董忠書那裡還沒有什麼形而上 董忠書那裡有講什麼天 有講天有講武行 可是這是一種 跟這個思辨的這種抽象 不一樣的一種 對 從真正的開始 應該是從魏晉開始 就是那個 因為魏晉的時候 人開始清談 開始談玄 但這個談玄 更多的是在純粹的 黃老的層面上在談玄 儒家還沒有在 在這個時代儒家還並沒有在理論上 去做出什麼反應 還是在那邊還是就是說 你說玄學的時候 那就一個基本的 那就是你在談 黃老的東西 除非是 吉康他們要談 日日明教 月自然 在那邊談明教的時候 那談到儒家了 但他那種 談法也是跟 宋代人不一樣的 其實如果說 你要說真正的第一次 這樣一種的話 確實是在宋代 那麼他們 充分地吸收了 這個 對方的這種 理論體系之後 再結合了一個儒家的現實 那麼 關鍵是 為什麼說他既然是儒家 就是說他把它 形而上 抽上去之後 他最後還要下來 他還要再下降到 或者說回歸到一個人的 日常的一種生活 時間的遠區 就這樣的一個回歸 是一定要有的 就對儒家來說 如果這個回歸的層次 他沒了 他也就不是儒家了 儒家一定要講時間 就一定要講 做人一定要是一個去具體的去做 這是最關鍵的 這也是其實中國文化 為什麼跟西方文化有一種 一種根本性的區別 就在這裡 西方文化可能你就去追求那個 心而上思辨 去抽象 去超越 就可以了 而中國最後怎麼著 你都要落實到時間上 還是一個具體的 一個在世的一個 去行動的這樣的一種文化 這也就是在做 如果常常在做一些中西類比的時候 我們會類比出一些很似不相的東西 就因為這兩個文化的 當然我說西 其實這個概念已經很寬泛了 以基督教為代表這樣的一種西 它跟中國文化的內在的一種行為邏輯 它是有一種根本性的差異的 這也就是在做這種比較的時候 我們需要特別謹慎的 甚至各方面的比較的時候 都需要特別謹慎的一個原因 還有沒有問題 我有一個問題 是 比較說像在漢代儒學已經成了一種國學 然後它一直傳承下來 至今我們都知道 那就是它這個意識形態就建立了起來 但是如果說在中世紀 是由教會去完成對最頂層民眾的這個傳播 在中國其實是一種什麼樣的結構 跟什麼樣的機制去完成這樣一個過程 科舉 但是農民他們不一定 但是中國的文化裡面 中國的文化從骨子裡是一種精英文化 農民對中國歷史當然有影響 農民起義 可是就在一個穩定的時代 我講那麼多講 講來講去 講的對象其實全都是士大夫 孔子也是士大夫 孟子也是士大夫 孟子也是士大夫 士 士是一個相對獨立的一個特殊階層 當然今天可能在中國這個階層也完蛋了 消失了 毀滅了 但是在歷史上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而且是從 儘管它的人數可能很少 從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上出發 我的這個說法肯定是不正確的 因為歷史 在我看來 根本上其實就是帝王將像太子家人的歷史 老百姓在裡面 行使的一個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而中國的歷史的一種文化精神的傳承 根本上是一個由士大夫界神來傳承的 而這個士大夫界神怎麼定義呢 首先就是你是士子 你通過了科舉考試 當然你可能說在漢代的時候 這個考試制度還不那麼強 但是從唐代以後到宋代以後 尤其這個時候 科舉 你通過科舉你去做官 而你要通過科舉的話 你就像那個誰主席說的 你要去讀 科舉考試考的並不是隨便什麼事 如果你去了解一下科舉考的內容的話 他考的所有的東西 一定是出自於十三經裡面的 也就是說一定是出自於儒家經典裡面的 所以說你想去考 通過這個考試 你就一定要去學他們 就跟我們 現在高考人要考不理 我們就一定要學一樣 只是說當時沒有那麼多亂七八糟 就在十三經 所有的讀書人都在讀那十三部書 這就是 我覺得 但是這個讀書人群體的 你同時又可以說 他其實是一個非常龐大的一個人群 因為最後考上的並不太多 但是所有你想要考的人 你農民你想改變一下你的身份 你想去光中藥組一進環巷 那你要去參加考試 你要去讀書 那就讀這個 所以這是一個我覺得 以教育為一個傳播體系的 這樣的一種東西 其實西方也是一樣 他也是教育 只是說他做彌撒的時候 神父跟他們教育 這樣的一種方式 就是在西方 比如說以教會形式 你可以查到很多文黨 落實到很小的一個層面上 知道他怎麼實行 但是中國 就是說 他都考不上科學 然後回到村裡面 他們是要做些什麼東西 但是就是 你做什麼都可以 你繼續務農也有 一輩子都在考科學的 也有範金中舉這個故事 聽到的 他考了幾十年 一直是個同生 一直沒考上 周圍考上了 瘋了 是嗎 那這樣的人也有 然後說你回到鄉裡面 就是說 民間性質的私塾老師 你也可以有 考上了 然後做個小官 最後退隱不幹了 還是去種田 這也有 就是說這個 但是就是說 讀書這個行為本事 我覺得中國是一個 尊師宗教的國家 就是說這個 並不是 並不是一件 特別稀罕的事情 你去做私利的 這個社會 中國 它歷史到宋代的時候 已經是一個經濟如此發達 宋代師 尽管他的 甚至南宋 他的疆域只有一半大 可是他的 當時的經濟總量等等的 有些社會學家去做過研究的 那相當可怕的 相當巨大的 但是非常繁華的一個時代 那麼做什麼事情都有的 並不一定說我要開始 當然這種紀錄確實不多了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看到 就是說所有的紀錄 我們今天只能通過歷史書籍史書去看 那就像 就像我們想了解 這個先行的很多事情 就史記也不是單純的去寫這個 帝王江鄉的事情的 今晚它有各種各樣的列傳史家 它裡面也有叫做禍職列傳 禍職列傳 就是專門寫這個 漢代以及秦代的時候 那些做生意的人怎麼做生意的 就是那些禍職就是錢 就是這些商人的列傳 它也有的 當然 從一個大的一個歷史角度看的話 就是靈傳的重要性 肯定在禍職列傳上面 就是包括寫到這種著名的知識分子 寫到著名的宰相 什麼亂七八糟的人 的這種概率也肯定要大於他們 但並不是說就沒有紀錄 但是我是說 就對你第一個問題 就中國的儒家的這種思想 它怎麼傳播的 那毫無疑問的是通過這個 這個教育協制 對 還有什麼問題 那我們就休息五分鐘 接下來第二關鍵 或者蘇老師有什麼要知道 馬教授有什麼話嗎 馬教授 第二關鍵 第二關鍵 就是看大家有什麼 想要自己分享的東西 或者還有 我們理論上的第二關鍵 也是新聞環節 今天誰啊 今天 最近都沒找 麥克 就你了 隨便說一口 隨便說一口新聞 是 休息五分鐘 然後 還要批判我 你能不批判 你能不批判我 啊 我好可逼哪 算 這你們那些 天真的 這個 這個 這個不政府左派 我沒有批判下 哈哈哈哈 不是